在俄乌河潭陷入僵局之后,俄罗斯遭到国际上各种五花八门的制裁,不管是俄罗斯的体育,还是俄罗斯的三套娃,又或是俄罗斯的寡头,甚至是俄罗斯的猫,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刻意逼迫着俄军无条件的撤军。 在这之前,俄罗斯根本没有把乌克兰视为敌人来打,但是国际制裁继续这么下去,很明显造成事态更加恶化。俄罗斯不但投入了更多的兵力,也动用了更多的重型武器,不再像过去那样自负手脚,使乌克兰的战局迅速发生了变化。 美媒报道,赫尔松市市长伊格尔·克雷哈耶夫表示,俄罗斯军队已经进入市政厅,这是俄军第一个攻陷的主要城市。 市长克雷哈耶夫公开表示,乌克兰军队已不在该市,军民需要听从武装人员的指示。 对俄军来讲,占领赫尔松无疑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。 赫尔松位于黑海之宾,地理位置位居克里米亚头顶,肆意把利剑,随时可以对黑海舰队构成威胁。 而赫尔松被占领后,对俄国的军事威慑就会大大降低,更重要的是,乌克兰的海上补给线被切断,今后的海上运输进出都会受到极大限制,无论从内陆进入黑海,还是从黑海经涅波和进入内陆,都将成为问题。 从开战以来,俄军虽然攻势凶猛,但从未占领过任何一个乌克兰大城市,甚至到现在被全面包围的基辅和哈尔科夫,都依旧在顽强抵抗。 而这也给外界一个假象,就是乌克兰的抵抗非常有效,俄军已经疲忍,但是赫尔松被占领则透露出,乌克兰的抵抗可能已经出现崩盘的迹象。 在这之后,俄军能够调动更多的兵力投入到其他战线,这将给予莫斯科更高的灵活度。 对乌克兰来说,赫尔松的丢失,可能会是多米诺骨牌第一个倒下的骨牌,对于乌克战局的走势影响很大。 而赫尔松模式,或将会复制到其他大城市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